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养胃的食物首先想到的是白粥 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白粥来养胃 比如胃酸过多的人就不适合 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的肠胃功能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减弱 因此中老年人更要注重养胃 今天就用燕麦分享一款养胃粥 健脾养胃效果好 30克燕麦洗干净控水捞出 接着再准备30克小米 小米同样放入水里清洗干净 小米可以补脾胃,干胃露脾,黄色露脾 小米是黄色的,味觉上来讲小米味干而鲜 因此食用小米对脾胃虚弱的人有益处 小米洗干净控水捞出 接着再准备一小节山药 山药含有多种电粉酶和多酸氧化酶 可以促进食物消化和吸收 起到养胃保护胃的效果 并且还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剁碎好的山药直接放入砂锅里 然后加入刚才洗干净的小米 大火煮开,小火煮3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把刚才洗好的燕麦放入进去 大概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 因为燕麦是很容易熟的 再加入适量的枸杞汁 如果喜欢吃甜的朋友可以加一点冰糖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是新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